蔡依林昨晚首度站上金马典礼 现唱一系列经典老歌 翻设自蔡依林脸书 娱乐频道综合报道 Jolin蔡依林昨晚首度站上金马典礼表演 一改过去唱跳风格 现唱一连串经典老歌组曲 当他一开口唱甜蜜蜜时 没想到第一个字填就有点差音 被PTT网友酸 今日最惨太可怕 不过资深音乐总监陈建宁 与三名看法不同 对于Jolin的演出给予正面评价 并说歌手不是参加歌唱比赛 要观众不要用歌唱比赛角度看表演 陈建宁昨给予Jolin的表演90分的高分 翻设自F I 而乐团脸书GET Today报道 担任过二届金曲金中奖音乐总监的F I R 菲尔乐团团长陈建宁为昨晚 Jolin挑战中低音域失利的表现缓辖 他认为Jolin表现很好 并说歌手站上金马典礼士来致敬服务 不是参加歌唱比赛 要观众不要用看比赛的角度来看待歌手表演 并给予Jolin昨晚的演出90分的高分 而Jolin对于三名的批评也表现偏后气度表示来审判我吧 还开玩笑说要在明年要出一张老歌精选集 幽默的发言被网友赞报 陈建宁表示 Jolin这次登台选用了古典乐手live伴奏 但因为现场只有二分钟时间 让乐团准备 混乱中难免造成乐器的音泡掉 因此Jolin的耳机里听到的是不好的音质 此外陈建宁也提到颁奖典礼舞台 与一般演唱会舞台的差异 他解释到颁奖典礼舞台为顾虑台下贵宾视觉 所以不会设置地板监听 因此让歌手演出时的困难度提高 陈建宁透露地板监听可以让歌手听清楚 伴奏不用单行讯号干扰 一般舞台都会设置四个音响 不过金马舞台却没设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